看着面前这碗刺鼻的黑色液体,我皱了皱眉,妈,这要真的太苦了,我实在是喝不下去,我端起碗又放下,呛鼻的味道刺得我胃里一阵翻滚。 我和林叶结婚六年,女儿今年五岁,在外人面前,我贤惠持家,林叶勤奋尚进,大家都艳羡不已。 唯独我婆婆始终因为我没给她生个孙子而耿耿于怀。 从我生下女儿后,她就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再怀一个,可是当初生女儿时伤了元气,这几年一直没有再怀孕。 这次不知道又是从哪里搞来的偏方,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求来的,你三舅妈家儿媳妇就是喝这个,才生了两个儿子,我五点钟就起来给你熬,说什么你都得喝下去。 婆婆眼睛死死盯着我,庞佛喝了这碗药,立马就有一个孙子出现在她眼前。 我叹了口气,看向婆婆,那我先吃点东西先垫垫,空腹喝我受不住。 婆婆连忙打掉我放进嘴里的包子。 那可不行,神医说了,必须得在早上七点钟空腹喝完,不然没有效果。 这到底是神医还是神棍啊? 我内心无奈,转头把目光投向林液。 她正喝着盛好的小米粥,一只手拿着手机,全然投入视频内容里。 我用脚踢了踢她,她下意识看向我,语气不耐烦道,行了,妈辛辛苦苦给你熬的。 你喝了就完事了,哪来那么多讲究啊? 说完,继续专注玩她的手机。 婆婆很满意林液地回答,用眼神督促我喝完这碗药。 我硬着头皮抿了一口,恶心的味道在我嘴里蔓延开,我下意识吐了出来。 婆婆当即就跳了起来,你居然敢吐,就是诚心和我过不去,非要和我作对。 你要是生不出来孙子,我和你没完。 婆婆撒泼耍赖的劲又上来了。 此时,我心里一股无名火窜上心头,合着把我当成生孩子的工具吗? 我用力推开面前的碗,起身道,我喝不了,这孩子我是不会生了。 说吧,我就回了房间。 关门的时候,我听见婆婆愤怒的声音。 你看看她,娇气得不像样,我起早给她熬药,端到她面前,还要求着她喝,她还闲着闲呢,要是自己有本事,倒是生个给我看看呢。 妈,别生气了,我去说她,紧接着就是临夜越来越近的脚步声。 你会不会说话,一大清早,非要早点事,心里才痛快吗? 赶紧给妈道歉,再把药喝了,林夜一打开门,就对我劈头盖脸一顿教训。 我气急返校,冷笑着质问她,林夜,请问现在是什么封建社会吗? 你凭什么逼我? 我说了我不想喝,麻烦你尊重一下我的意愿好吗? 林夜见我不配合,有些恼羞成怒。 妈辛辛苦苦给你熬的,你不喝就算了,还出言不逊,你就尊重她吗? 你要是没问题,用得着喝药吗? 别不知好歹,她伸手,想拉我出去。 我刚用力甩开她的手,就听见婆婆的呼叫声,她嘴里喊的是女儿的小名。 我心下一紧,连忙跑出去。 女儿本来坐在餐桌上吃早饭,现在却躺在地上口吐白沫,浑身抽搐。 看到这幅景象我,吓得全身发冷,手抖得连手机都拿不稳。 最终,林夜拨打了120,到达医院后,医生说是急性中毒引起的抽搐。 小朋友今天早上吃了什么? 医生站在旁边询问我们。 早饭是婆婆做的,今天早上吃的无非是小米粥和鸡蛋。 她今天早上喝了一小碗粥和鸡蛋。 可是同样的早饭,婆婆和林夜吃了都没有问题,难道和早饭没有关系? 我们给你女儿洗胃的时候,发现她不止吃了粥和鸡蛋,应该还有别的,那个应该就是导致中毒的物质。 我们已经取压,现在正在进行检测。 闻言,婆婆立马反驳,小孩子在外面乱吃东西也是有的,检测那个做什么,要花不少钱吧。 我披荐婆婆心虚的眼神,心里生起一个可怕的想法。 我的直觉告诉我,女儿中毒和婆婆脱不了干系。 我来不及细想,上前激动地抓住婆婆的肩膀。 大声质问,你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? 你和我说实话,默默是你亲孙女,你要害死她吗? 婆婆被我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,脸上的神情更加不自然,嘴里嘟嘟囊囊挤了一句话。 是那个神医给的药,不止你要喝,默默一快喝效果更好,我就在早饭前给她喂了点。 我抓住婆婆肩膀的手,不自觉用力,用激进颤抖的声音问她,到底喝了多少? 喝,和你那个一样多,怎么别的小孩子喝就没事,默默就不行呢? 孩子给你惯的,婆婆依然不依不饶,毫无愧疚之色。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,心里的猜想被证实,我的眼泪不受控地流了满脸,心情已经不能用愤怒来表达。 我没想到她为了孙子这个执念,已经疯磨到这种程度,折磨我不够,还要伤害我的女儿。 那一大碗药,我早上硬着头皮都喝不下去,何况默默还是个孩子,我不知道婆婆是怎么喂下去的。 难怪早上她脸色不好,我还以为是起床气饭了,没想那么多。 我又气又怕,拿出手机准备报警,想到女儿还躺在抢救室里,而罪魁祸首还在我面前好好站着,我实在是冷静不了。 还没拨出去,手机就被林叶一把夺走,她把我拉到一旁,语气不善。 你是不是疯了?你要报警把我妈抓起来吗? 我妈又不是故意要害默默的,她只是好心办坏事而已,你说两句得了,别太过分了。 林叶的语气中透露着浓浓的厌恶与指责。 我从来没觉得眼前的男人如此陌生,不说早上女儿躺在地上浑身抽搐的景象对我有多大的冲击力,现在我们的女儿还躺在抢救室里,她却紧拽着我的手,让我不要太过分。 我大脑一阵发猛,深深的无力感侵袭着我,婆婆在后面眼神得意,丝毫没有愧疚感。 好在女儿这时被推出抢救时,我甩开林叶的手,冲了上去。 看着女儿惨白的小脸,双眼紧闭,我的心被揪作了一团。 患者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,但是还需要观察24小时。 医生刚走出去,林叶就接了个电话。 回来时,她望着我面露难色,艰难开口,公司有急事,我现在得赶回去。 我抚摸女儿的手一顿,回头诧异地看着她。 婆婆在一旁暗讽,我也回去了,省得被人报警抓进去,我可不敢在这待了。 女儿刚脱离危险,婆婆和老公不仅没有一个人上前来看看女儿,还都迫不及待地离开医院。 我只觉得此刻内心一片寒凉。 没等我开口说话,那边电话又打来,她欲言又止,急忙带着婆婆走了出去,好像我会拦着她一样。 我深吸一口气,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。 只等女儿身体养好,我就和林叶离婚。 医院的空气里混合着消毒水的味道,我看着女儿沉睡的脸庞,想起我和林叶的婚姻。 我们的感情早就出现了裂痕,大约是她坐上部门经理的位置开始吧。 加班,应酬,数不清的谎言和身上来历不明的香水味,总是不分清红皂白的维护婆婆。 女儿还小,这些我都忍了,我父母早逝,我不想让她缺失爸爸和奶奶的爱。 可是今天早上闹的这遭事,已经提醒我这段婚姻真的没有再继续下去的必要了。 女儿观察二十四小时后,状态恢复得不错。 她伸出小手摸我的脸,声音还有些虚弱。 妈妈,你看起来好憔悴啊。 在医院守了一天一夜没合眼,现在的脸色可想而知。 我抱着女儿在门口打车,我已经不打算再回那个家了。 爸妈生前住的老房子还空着,虽然旧了点,但我时常过去打扫,也能住人。 妈妈,爸爸来接我们了,女儿手指着左侧。 默默,爸爸在上班呢,那不是爸爸,我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看去,那不是林业是谁。 一个小时前,她还给我发微信说她公司忙,不能来接我和默默回家。 现在却出现在医院里,并且身边还依偎着一个年轻女人。 把女儿哄睡后,我脑子里紧绷的那根弦终于放了下来。 刚刚林业和那个女人走去的方向分明就是妇产科。 此刻的我就像快被溺死一般,喘不上气来。 虽然我已经打定主意和林业离婚,但当看见她货真价实的出轨证据摆在眼前时,我的心里还是痛得要命。 我冷静了一会,看了眼时间,我得趁着家里没人回去把我和女儿的行李收拾好。 婆婆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去她的老姐妹家聊八卦。 我拿了两个行李箱,快速地把我和女儿的衣物和必需物品装进去。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,我下意识掏出手机查看,并不是我的手机声音。 可是铃声还在继续,我寻着声音在床垫下面找到那部手机,铃声也断掉了。 这是一部我从来没见过的手机。 我反映过来,这大概是林业的另一部手机。 它设置了密码,我是了女儿的生日,她自己的生日都显示解锁失败。 我灵光一闪,输入另一串数字,手机成功解锁。 是她当上部门经理那天的日期,这标榜着她事业的成功。 果然,男人都是自私的,对她而言,没有任何一个数字更适合了。 我冷哼一声,解锁手机后,我立马寻找有用信息,我知道林业出轨,可我没想到,她能这么无耻。 握着手机的手开始颤抖,全身的血液好似凝固一般,我捂着嘴发出惊呼。 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。 原来,林业早就和这个叫张薇的女人搞在一起,什么加班应酬,多数是和她在一起鬼混。 这部手机就是她用来专门和张薇联系用的。 我自朝班校出生,真是不枉她煞费苦心,把我骗得这么辛苦。 婚姻经营成这样,我不难过,林业对我的态度也不是一天形成的,可是默默是她亲生女儿啊。 在女儿躺在病床上的那四十八小时里,她都在和张薇混在一起,那个谎称是公司的电话,其实是张薇打的。 甚至,女儿中毒根本就不是一场意外,她们明晃晃的对话就摆在我的面前。 宝贝,别着急,我现在就赶过去,你给的那东西没什么用,洗个胃就脱离危险了,是不是我计量放得不够? 哪能那么心急,一次全放完是会死人的,得少量多次。 宝贝,我这也不是为了你还有肚子里的孩子吗? 看着他们之间的对话,我觉得一股寒气从心蔓延到身,呼吸都困难,哪怕默默已经脱离危险,我依然觉得一阵后怕。 我握紧双手,指甲抠进肉里,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每天同床共枕的丈夫就是只恶鬼。 本来,我是打算和平离婚,我只要孩子和属于我的那份钱,现在,我改变主意了,滔天的恨意充斥着我的内心。 离婚太便宜他了,他临夜没有我,他能有今天,我要他和这个女人付出代价。 既然我能给你现在的一切,那我也能收回来,省得他沾沾自喜,以为这都是他该得的。 片刻之后,门锁被打开,有人回来了,是林业。 他看见我拉着两个行李箱,有些正愣。 你这是干什么?默默接回来了吗? 他脱下西装外套,和我今天在医院看到的一模一样。 我们离婚吧,默默已经被我接到别的地方去了,我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和往常一样。 林业明显被我的话吓一跳,他皱了皱眉头。 你没完没了了是吗? 门又被打开,林业妈也回来了,看见我们两对峙在客厅,她满是疑惑。 妈回来了,别闹了,赶紧把默默接回来,别动不动就离婚。 婆婆一听到离婚,整个人就像炸开一般。 什么,你要和我儿子离婚,你怕是失心疯了吧? 真把自己当公主啊,你离了婚,谁看得上你? 听到这些话,我一点也不生气,一步一步走到她面前,笑咪咪地说, 你儿子早就跟别的女人勾搭上了,人家还给你怀了孙子,我这不是给他们疼位置吗? 说完,我的目光扫过他们的脸。 林业一脸震惊,有种谎言被当面戳破得不自在。 真的吗? 儿子。 她说的是不是真的? 她妈则是一脸欢喜,走到林业面前求证时。 林业看了眼我,又看了眼她妈,最终还是扭捏着点了点头,全然没有了刚才的气势。 小韩,我也没想过和你离婚。 那你准备怎么办? 把她和孩子养在外面? 那不行,我的宝贝孙子怎么能养在外面? 林业妈连忙打断。 离婚协议书弄好,我会交给你,别让我失望,我留下这句话就离开了,因为这里的人让我感到无比恶寒。 回到老房子后,我拿出路上买的小蛋糕。 妈妈,今天不是我的生日,为什么会有蛋糕啊? 女儿看着蛋糕的眼神亮晶晶的。 我一把把她搂在怀里,面对女儿,我还是心怀愧疚,因为我真的给不了她一个完整的家庭。 默默,以后可能只有妈妈陪你生活了,爸爸只能偶尔来看你,好不好啊? 有妈妈在,默默就开心,默默爱妈妈一辈子,说完,在我的脸上巴唧了一口。 幸好,我还有这么可爱的女儿,还好她还在我身边。 手机震动了好几下,我从口袋掏出来,眼前的信息让我怒火中烧。 发现林叶的秘密手机后,我不动声色,又放了回去。 我下定决心,我要让林叶付出代价。 我在她的手机里安装了一道程序,只要她和别人发信息。 所有内容都会原封不动地传到我手机里。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,这对我来说易如反掌。 看着他们俩的聊天记录,腻外的话语脏了我的眼,我快速地滑动屏幕,突然,我的手指停在某处。 我勾了勾嘴角,一个计划在我脑子里形成。 我拨通了一个号码,那边知晓我的来意后,立马答应了我。 一切都准备好了,就等猎物入洞了。 隔天,林叶给我发了条短信,说是要当面和我谈离婚。 我也没有拒绝,如约道来。 你要我净身出户是不是太过了? 这些年,你根本就没为家里赚过一分钱,林叶语气不满,因为我你好的离婚协议书上要求他净身出户。 你出轨在先,你是过错方,难道不应该吗? 就你那点钱,还不够买我六年青春,我不屑地说。 你,何必说得这么难听? 我是想和你好好商量的,喝口咖啡吧。 他们家的拿铁味道不错,林叶语气软下来,把咖啡推到我面前。 我搅拌了几圈,刚放到嘴边,我看见她的脸色有些紧张,我又把咖啡放下来。 你去给我买块小蛋糕吧,想吃点甜的了。 林叶有些不甘地看了咖啡一眼,但还是起身走向把台。 我趁她不注意,把咖啡和她的那一杯调换了。 昨晚,在看她和张薇之间的往来信息时,我才发现,我的退让远不能满足他们。 他们想榨干我最后一丝价值,以此来满足他们的欲望。 林叶这个畜生为了升职,不惜想把我迷晕送给公司高层。 那个老男人出了名的油腻恶心,变态残忍。 她喜好人妻,有变态癖好,公司女员工对她都是唯恐避之不及,这些都是林叶曾经告诉我的。 在我提出离婚后,她竟然想把我送给她,成为她的垫脚石,当然,这里面也少不了张薇的挑拨。 既然她都和你提离婚了,不如你就把她送给方总。 方总最喜欢这种舍得的部下了,你要是舍得,那总监的位置不就是你的囊中之物了? 别犹豫了,她爸妈都不知道死哪去了,都没人给她撑腰。 你看看她提出来的条件,还净身出户,以为自己是谁呀。 好,宝贝,就听你的,你说得没错,她无父无母的,要是真闹起来,我就拿默默威胁她,女儿就是她的命根子。 哪怕已经看清这个人的真面目,再想起那天看到的信息,我还是觉得胆寒。 既然算盘打得这么好,那我也帮你一把。 果然,那杯被我换掉的咖啡被她动过手脚,此时林叶已经有点昏昏欲睡了。 我给旁边使了个眼色,随即有人把神识不清的林叶扶走。 林叶计划把我迷晕后,就送回酒店套房。 再给那个高层发房间号,她就和张薇在隔壁房间等着我受辱。 等到第二天再拍下我被玷污的证据,我就没有筹码和她谈离婚条件了,她是既得利益者,杀人不见血。 我把林叶塞进原本为我安排的那个房间里,而从她手机里发出的房间号,则是张薇的房间。 此时的张薇还在满心期待林叶和她分享喜讯。 我提前在隔壁庄上监控,现在正已直播地画面出现在我面前的电视上。 我给自己开了一瓶红酒,旁边是快要醒来的林叶,不过她已经被绑得死死的。 终于醒了,还好没耽误看戏。 林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她使劲晃了晃脑袋,不明所以。 你搞什么鬼,快把我放开,林叶恢复力气后,不停地挣扎。 虚,别吵,我得提前恭喜林总了。 为了上位,真舍得呀,我抿了一口红酒,示意她抬头看。 画面中,正是张薇被强行压在床上,她越是挣扎,那个男人就越兴奋,手段残忍到不敢直视。 我当然是没兴趣观看这种画面,但是林叶一定得看清,看看她是怎么拿到那个渴望已久的位置。 高喊,你是人吗? 小薇还怀着孕,她会死的,林叶几乎是吼出来。 她的眼眶红了一圈,目光怨毒地瞪着我。 我上前甩了两个巴掌,用力过蒙我整个人都亮呛了两步。 你给默默下药的时候,怎么没想过她会有生命危险? 你打算把我送到这个畜生床上的时候,怎么没想过我会死一想到女儿惨白的脸? 我就更加愤怒。 林叶语色,但我在她脸上看不出愧疚。 你就在这好好欣赏你的上位之路吧,毕竟是张薇用血换来的呢,你该记她一辈子。 出了房间,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背影在门外等我。 她看出我脸上有哭过的痕迹,声音愤慨,她是不是又欺负你了,我去教训她。 我赶忙拉住她,哥,打她都脏了你的手,我不会让她轻易好过的。 林叶一直以为我是父母早逝的孤女,其实在这个世界上,除了默默,我还有一个哥哥,不过我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妹。 她是江氏集团的总裁,她爸爸是我妈的第一任丈夫,江叔年轻时忙于奔波生意,忽略了我妈的感受,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十二年。 后来,我妈认识了我爸,又有了我,可是我始终明白,江黎是我哥,但江氏集团和我没有半点关系,所以就连林叶也不知道我还有这层关系。 知力是江氏的子公司,林叶当初为了尽知力,没少费功夫,我舍不得看她那么努力,最后还无疾而终,第一次和我哥开了口,所以林叶被破格录取。 时至今日,她和她妈还觉得是祖宗显灵,她林叶命格不凡,才得了机会。 而我从小就听父母教导,江家再怎么家大业大和我都是没有任何关系。 再者,林叶心高气傲,她要是知道能尽之力是因为我的原因,心里一定不痛快。 虽然林叶父亲早就去世,她妈一手把她带大,尽管生活条件不好,但是在她妈的纵容下养成了极其严重的大男子主义。 张薇被那人折磨得不像样,最后还是被120送去了医院,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了,我去医院看了一眼,身上就没有一块好的,眼神涣散,呆若目鸡,嘴里不停胡言乱语。 镇静记都打了好几针,还是安静不下来,看她的样子是要被送到精神病院了,那也确实是她最好的归宿了。 不过还没等到那一天,张薇就自杀了,不知道她那晚到底经历了什么。 我的心里也隐隐觉得后怕,如果我没有发现,那现在疯的就是我了,想到这些,我对林烨的恨又多了一分。 林烨升上梦寐以求的位置后,一开始觉得心难安,渐渐地也把张薇的惨样抛到脑后,每天沉浸在诺大的办公室和别人嘴里一口一个张总理, 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。 我故意让她得到现在的一切,只有升得越高,摔的时候才会越惨。 我坐在会议室里,看着林烨在外面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,感觉无比讽刺,自己当初真是眼瞎,才会觉得她是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。 林烨推开门,看见我坐在里面神情诧异,不敢相信地走到我面前。 高喊,你怎么到这来了,是觉得我现在升值了,后悔和我离婚了,林烨自顾自地在一边嘚瑟。 我心里一阵无语,人怎么能没脸没皮到这种地步。 我当着她的面翻了个白眼,林总,你想太多了,别人用过的二手货我还没有兴趣。 今天是来贵公司办公室的,我耐着性子和她说完这些。 林烨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,轻蔑道,高喊,还没到晚上呢,就做起白日梦了,你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样子。 没有理会林烨的嘲讽,我喝了口手边的咖啡,看了看时间,应该差不多了。 正想着,一大群人从会议室外走进来,其中大部分是公司的高层。 林烨赶忙想拉着我走,我不解地看着她的行为。 快点走,别在这丢人现眼了,离婚等我下班再说,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 她的语气焦急中带着运怒,生怕我在这里毁坏了她的事。 我冷哼一声,甩开她的手。 林总,要我说,你才是最不该待在这的人一个戴细矿眼镜。 穿着西服的男人走到林烨身边。 林烨不仅没有生气,反而恭恭敬敬地朝那个人陪笑。 程特助,我当然知道我的身份还不够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, 只是会议室有杂人在,我只是帮着清理出去。 那个男人闻言推了推眼镜,迟笑道,杂人,是说你自己吗? 这下轮到林烨傻眼了,他看看我,又看看程特助,一时支支吾吾,不知道说什么好。 不过程特助也没有理他,只是朝我投过来一个心安的眼神。 又朝已经落座的各位高层开口介绍,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是为了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。 程特助的目光望向我,开口,这位是我们江总的妹妹, 现在由他来接管之力,以后还请各位多多协助,这是江总的原话。 他刚宣布完,在座的人都分分低语,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朝我投来好奇的目光。 哥哥知道我和林烨的那些事以后,一点不在意我过去的刻意疏远, 反而把分公司交给我,不然我也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和默默。 沈沈,什么,你是要说谁最震惊,那还是林烨,他此时目瞪口呆,不敢相信。 也是,同床共枕这么多年,刚要离婚,我就摇身一变,身价高涨。 既然江总对我寄予厚望,那我也不能让他失望,那我应该也有权剔除一些公司的害虫。 说着,我就把眼神转向林烨,你是自己滚出去,还是要我把你请出去,我毫不客气地说。 他好像还没有从刚刚的震惊中回过神来,此时还是呆愣地看着我,回味出我话里的意思后,脸色渐渐愤怒起来。 只是还没等他破口大骂,就已经被保安带出去了。 其实那天把他绑起来以后,我就逼着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,别说房子了,我一个子也没留给他。 房子我给你一周时间搬出去,以后就不要互相打扰了,从民政局刚拿完离婚证,我走出来对林烨说。 小韩,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,我是瞎了眼才会那样对你。 对默默,我毕竟是默默的亲生父亲,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 林烨全然没有那天的嚣张愤懑了,看上去这几天过得也不太好,胡子拉叉,眼下乌黑,就连衬衫也是皱皱巴巴的。 以往,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我洗好,运好,再分门别类收好,想起那段贤妻良母的日子就让我觉得恶心。 默默有你这样的爸爸,是他这辈子最大的不幸了,你还有脸蹄,我声音中带着气,林烨心虚地低下头。 我不想和这个人渣再有任何的联系,转头就走。 林烨却在我转身时,一把跪在我面前,眼里居然还挤出了几滴眼泪。 林烨是我见过最最假清高的人了。 他居然能在这来来往往的外面,不顾形象跪下。 小韩,我工作没了,已经进了业内的黑名单了,不会有公司要我了,现在离婚,你还要把房子和钱都带走。 我妈年纪也大了,难道我还能让她回农村吗? 我真的走投无路了,林烨敌涕,眼泪都流了下来,我厌恶地皱了皱眉。 说起林烨他妈,前几天也来找过我,不过他的态度就没有林烨这么实相了。 张口闭口都是我在外面勾搭别人,现在一招富贵就把他儿子踢到一边了,说来说去还是想要钱。 他妈算是农村那批同辈里的有福气的人了,林烨争气读了大学,进了不错的公司,最主要的是孝顺,这几年每每回老家,她是最风光的。 贪心不足舌吞响,现在只能卷铺盖回老家了,想想林烨妈回老家吃瘪受气的样子,我就打心里舒服。 谁说你走投无路了,你不还有死路一条吗? 说完,我朝林烨狠狠踢了一脚,转头就走。 走到一半,我想到一些什么,又停下来看着他,忘了告诉你,你以为你当初是凭自己尽的之力。 如果没有我和我哥求情,你现在还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废物,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 说完这些,我才觉得解气,没理会林烨错愕的神情,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解决完这些烦心事,我开始把重心放在工作和女儿身上,时隔多年,再次走进职场,免不了有很多挑战。 不过现在我也不怕这些了,不管什么挑战,我只管迎难而上,在这其中,我也学到了许多东西。 当得到女儿失踪消息时,我正在开会。 学校老师拨来的一通电话,在我耳边犹如一颗炸雷,大脑嗡了一下。 来不及想太多,我直奔警察局,通过老师的口供和监控录像,所有线索都指向林烨。 是的,她一心求财,走投无路之下,竟然想起绑架女儿来报复我。 录像中,林烨把女儿抱进一辆车里,女儿挣扎两下,她不知道给为了什么,女儿就没有反应了。 我此刻心乱如麻,后背不停地冒冷汗,浑身也止不住地颤抖。 当时对林烨有多决绝,我现在就有多后怕。 警察说,有了林烨的踪迹,我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了。 她陷在一个废弃场里,我们的同事已经连夜赶了过去,你不要太着急。 其实,我除了担心外,我还想知道林烨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 如果是求财,那她早就应该找我要钱了。 我的心里生起一股强烈的不安情绪。 在众多警力的压迫下,林烨居然把女儿当成人质。 默默跟着她东躲西藏,已经变得狼狈不堪,看到女儿的样子,我心都要被抓碎了。 我强压着声音中的颤抖,默默别怕,妈妈在这。 话没说完,我又没忍住哭了出来,林烨就是一个丧心病狂的畜生,她拿着一把小刀抵在女儿脖子上。 高喊,你凭什么呀?当初结婚的时候,你爸妈都死了,我不嫌弃你,我好吃好喝地给你。 你是怎么对我的林烨心红灼眼,声音嘶哑。 你居然是江黎的妹妹,你就那么居高临下地当着所有人的面,把我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切都毁了。 那天在民政局门口,我给你跪下求你,你看都不看一眼,你知不知道我和我妈自从回了老家,受了多少白眼,这些都是拜你所赐, 我不好过,你们也别想好过,这几天你应该着急死了吧,哈哈哈哈哈哈,你求我,你跪下求我。 哪怕林烨此刻说的话再怎么刺痛我的心,我也不敢回一句,我生怕她一个激动把女儿伤到了。 林烨好像被刚刚自己说的话刺激到,又开始发疯般大笑, 与此同时,她扬起拿刀的手,做出狠狠往下刺的动作。 一时间,枪声,惊呼声,哭声同时响起。 林烨当场毕命,被吓得脚软的我,亮亮呛呛跑向女儿, 把哭得满脸是累得她紧紧抱在怀里。 一直到送去医院,我才从那场混乱中回过神。 后知后觉的,我这一刻再也绷不住了。 眼泪决堤而出,又是害怕,又是自责。 如果自己当时能够再谨慎一点,女儿就不用受这样的惊吓了。 林烨妈听说自己儿子绑架自己的孙女,还被警察枪杀,吓得当场晕倒, 本来就高血压的她,还没到医院就咽气了。 这样也挺好的,他们母子和张薇可以相聚了。 只是这些的代价确实用默默的安危换来的, 我的眼眶又酸涩起来,好在我还有坚强的后盾。 孩子,这些年,你过得不容易啊。 江叔也来医院看默默,我心下感激, 我父母早逝,现在说得上关系的亲人只有江黎和江叔了。 女儿躺在病床上,我告诉她,所有的苦都已经吃完了, 现在剩下的都是甜了。